记者张晶雅台中报道,台中花博结合琉璃工艺与自然生态,在枫园湖卢敦园区打造全台首座琉璃公园,设计迎宾胖花,蝶飞花铺,水木清河,甜蜜花园四大主题琉璃艺术品,不仅呈现台湾琉璃工艺之美,更衬托花卉的桂立琉璃工艺作品因为一岁,多展示在室内空间,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却大胆地在花博湖卢敦园区设置四座大大型琉璃艺术品,并运用琉璃偷光特点搭配灯光设计,结合环境生态,以绿色长青为梨形的植物,环绕于琉璃艺术品周围,让琉璃与植栽相互融合,打造风源湖卢敦园区展区一大亮点 其中,迎宾胖花在台湾顶尖琉璃工艺师傅的精湛技术下,吹制出花蕊般的异象,树成鲜艳胖花,将作为葫芦敦展区入口竹井,希望宾客一入园便能惊艳,叠飞花铺坐落森林中,丝带上满不住永不凋谢的琉璃花,象征住不变的爱情,向来放宾客献上祝福, 水木清河将琉璃环状组合,立在软皮在西中,无论是阳光照应下或是夜间光环境,形塑象征圆满的水上婚礼,甜蜜花园打造大型三层婚礼蛋糕,琉璃与花卉化作蛋糕装饰,透过多彩花卉及香草,与宾客分享婚礼的甜蜜与喜悦,建设局长黄玉林指出,园区内的琉璃艺术品非一次性展示, 为符合花博永续,环保精神,在花博展期结束后,蝶飞花铺及水木清河将留在原地,作为葫芦敦公园的主题异象,其余琉璃艺术品将另一地点装设,以永久延续花博精神建设局表示,四大主题琉璃艺术品已于5月20日进场施工,预计6月25日完成,而台中花博进入倒数阶段, 将于11月3日正式开幕,占西至明年4月24日。